大家好, 今天是第四日的行程 会带大家去内粮的顺桂山扎南梅 不用开车都去到的 跟着回天王子吃午餐 再去买一家大小多安行的Q's Mall 晚餐再去吃买美食的铁板餐 好了, 一起去片, Let's go! 今早一早出发, 带大家去扎南梅 让我简单地说一下, 怎样搭车了 我们是由天王子出发, 坐JR火车去王子站 再在王子站, 搭大约15分钟的的士 就到农业公园的了 由天王子到农业公园, 行路加上等车的时间 大约8-9个字左右, 是不是很方便呢? 在王子站下车, 一直向中央出口的方向行 出了闸口之后, 转了下楼梯 再一直走就见到的士站 再给农业公园的地址给司机看 他们就知道怎样去的了 不觉不觉, 搭了一阵车就到 这里要付入场费, 而摘水果就不用预约 这里环境真是好大, 原来整个山头都是公园的范围 在公园最远的地方 由入口一直走就会见到这座浸温泉的设施 本来都有打算去浸的 不过夏天实在太热了, 放弃了 在温泉设施旁边有一条路一直跟着走 大约10分钟就到 去到门口有两种方案给你选 一个是放堤加拿一盒走 大人就800日圆, 小朋友就500日圆 而另一个呢, 只是摘一盒100g的南梅 250日圆 我们这么远一场来到, 当然是放堤方案啦 我都是第一次见真的南梅树 原来小小棵都挺有趣的 进去见到很多南梅树 有些还很大粒 然后扎了一点, 马上试一下, 都不错 不算是非常甜, 甜甜酸酸的 吃到够之后, 还一人拿着一盒回酒店 当早餐才吃得完 最后走的时候, 还可以叫收银哥哥 开车送我们去到门口的位置 去到门口位置, 有个位还可以喂羊 它有部机可以买些喂羊的资料 它有部机可以买些喂羊的资料 最后出门口, 看看这间土餐店有什么买 它有部份的土餐是农场自家出品 大家留意一下 它有部份的土餐, 它有部份的楼 它有两个角度 噶水 dél 还有水, 等货带 这次还可以叫店名帮忙Codex 简单英文就可以了 整体来说 想近近利市区 又不用开车去炸三果 这里都是不错的选择 大家有兴趣就记得出发之前 看看去你的网页是炸哪一款三果 炸完三果 出回天王子的近铁百货吃lunch 这间是吃鹿鱼岛的黑豚肉炸猪扒 首先是每人一碟沙律菜 一个茶碗蒸 它还有三款酱料给你选择 而饮品大人会是一杯小梅酒 小朋友是苹果汁 第一个餐是露笋配黑豚扒套餐 第二个餐是炸黑豚扒套餐 第三个餐是炸豚肉蔬菜卷套餐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面糕汤 非常足料很好喝 甜品是柚子冰糕 最后我们三个餐大约吃了8000日圆 价钱也不算太贵 而猪扒就一定要选黑豚肉的餐 完全不是厚 真是好软好暖和 大家有兴趣的就来试一下吧 吃饱饭下完迎天桥 就可以过对面的Kill's Mall 逛街街 入到商场走上一层 会见到一个美食广场 里面都算有很多食物 继续走下看看有什么看 Kill's Mall 专门一点 让我带大家进去看看有什么买了 做得很 smart o fácil就会装好 是- 你 不要 咱 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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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款式都有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于到了晚餐的时间了 是一间美式的铁板球扒餐厅 一坐下就会有机械人送餐具和清水给我们 看下有什么吃 它有三款餐汤分别是粟米汤 蘑菇汤和鸡汤 另外它有一个沙律吧 可以任你够喜欢吃的东西 不过可能我们太眼去了 很多东西都没了 我们总共点了三款牛扒铁板餐 在照片的时候 它会问你要不要它特製的蒜蓉汁 一定要非常之好吃 就算吃得慢冻了都不要紧 它有一块热石给你 慢慢剩下热去吃 临走时记得看下它们的自家产品 有没有是对的 我们就买了这包薯片都不错的 这一餐大概吃了7000多日元 大家有兴趣的就来试一下吧 总括来说Qsmall很适合一家大小去逛 尤其是小朋友 多谢大家收看 记得订阅我们啦 下集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